前港超球員王俊軒 星期一晚在屯門山景村景美樓墮樓 倒閉在大廈對開的地面 遺體用帳篷遮蓋 警方在現場沒有發現遺書 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據悉有人生前懷疑因為金錢問題不開心 他生前所屬的深水埗體育會足球隊 星期二凌晨時分在社交網站專業證實事件 並向家屬朋友致心切慰問 26歲的王俊軒曾經效力本港多支職業足球隊 包括東方、神禧、王大仙、李文和劉浪 在頂級聯賽上陣超過100場 亦曾代表香港出戰港澳復製賽 以及亞洲U23錦標賽外圍賽等 去年開始轉往較低組別的球隊樂斑 今季轉頭甲組球會深水埗體育會足球隊 最近一次出場是今個星期日的聯賽盃 王俊軒去年3月和女友拉近天窗 欲有一名不夠1歲的兒子 他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說 正是從事運輸業 希望邊賺錢邊踢業餘球 和球隊深水埗一起力爭升班 並且希望重返職業足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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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